你以为比基尼是现代的时髦玩意儿吗? 早自罗马时代就有女人穿啦! 海滩、泳池、热火的比基尼女郎最扬眼 但其实早自罗马时代女人就穿比基尼咯 你看看这可是千年壁画有图为正 不过古代罗马女人可不是为了游泳戏水而穿比基尼 而是为了运动 看这图示应该是上届未免者把贵冠一交给现任的意思 这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处千年古迹的马赛克拼贴画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比基尼女郎图案啦 连纪念品贩售的也是这个 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处古迹是西元四世纪式所建造 当年肯定是位位高权重之人的宅邸 因为里头有豪华的罗马浴池、健身房 而且到处都贴满了精美的马赛克拼贴画 甚至连厕所的地板都有 这条走廊的马赛克拼贴画更长达66公尺 宽有5公尺 为欧洲保存最完整最大的马赛克拼贴图 走廊里记录了主人狩猎的历史 而且根据动物种类来分辨 可以知道主人有时在非洲 有时在亚洲狩猎 而每个房间 从客房到小孩房 全都有马赛克拼贴画 图案不止精美 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以及居住环境 非常具有考古价值 这么多精美的马赛克拼贴 除了著名的比比尼女郎 这一幅也是名画 而且是让人脸红心跳的画像 当然了 这就是传宗接待的重要房间了 动新闻意大利报道